台中市府外的廣場上 还团人士献身抗议 要求市府严格把关中科扩建案 市府内进行审议 决议通过都市计划变更 中科台积电二起扩建的里程 就剩下呈送中央审议 最后一块拼图 关键的用水用电 成为卢秀燕说的审议 能否过关的重点 现阶段中科台中园区 台积电有经元15A与15B两场 一旁的高尔夫球场用地 通过都市计划变更后 89.75公顷的范围 一旦完成开发 年产值与就业机会可观 我们在8月9号跟8月10号 获得中科网友通知说 台水跟台电都已经具体出具公文 保证中科设厂之后 不会排挤到台中市的民生用水用电 台积电在台中已经完成设置的一期 再加上即将扩建的二期 预估占台中用水9.21% 用电38.87% 设厂能发展产业 但得先确认水电供应的问题 一年的三月的时候 台中是召开第一次的大会 那时候他就对这个水电的需求 特别要求中科来提出承诺 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 去跟台水跟台电公司来协调 科技产业发展攸关占用民生水电比例的环节 台水台电发出公文承诺背书 间接促成台积电扩厂重大突破 包括新竹宝山高雄与台中 北中南合计将有四座二奈米金圆厂 三零星台中组号报道 中心农高尔夫球场占地 90公顷台积电设新厂选定地 厂内还是有会员照常打球 赶地也按部就班工作 扩厂案都省会审查最终确定 都市计划变更过关 干地恐面临实业困境 交流大把会费的会员们的会员证 恐沦为废址 2022年就曾集体抗议争取权益 告夫球会员全处会长 111年7月5号 合理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科技部常务次长陈宗全 中科管理局长新农董事会等人 召开协调会 初步拟定赔偿事宜 目前统计台中新农告夫球场 约有1700张告夫球证 如果以赔偿金不含过户费 计算一张会员证必须赔180万 总计补偿金额高达30亿元 不过上百名感地生计工作权益的保障 则还没有下文 虽然科技部中科管理局 及球场业者召开协调会时 承诺会保障球场员工 包含感地的权益 不过具体方案为何都还没有定案 在新闻陈宾县真台中采访的 在新闻的房间中采访的